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4分钟BDD变成小兵混在兵群中 KD其他人立马展开追击 卡子猪妹先用大招留住奎桑提 然后BDD逆扣就大招接推推棒直接击飞了三人 不过KDF的瑞尔和波比反手打得也不错 AD被打出复活甲 但是这个局势的鳄鱼实在太猛了 KDF根本就处理不了 等AD春哥起来后这KDF已经死得差不多了 最终KD击杀四人一波结束了比赛 大招没有着急的甩出手 这一波太允的双招还是没有能够赚好的 都督位置有点太过于趋钱了 大招甩到都督了 后续跟上BDD一个大招听到三个人 正面直接把卡莎给秒掉了 垂直垂飞一扣的情况下 A命可能也有点难走 有一个复活甲 而后续到奎桑提 血量不多先撤出正面的战场 但侧面牛头稍微顶了一下他 而正面战场里面 A命在复活起身以后被跑了下来 俊也被一枪营燃 先翻载地 姑妈沙米拉走位躲鸡飞 一技能跟踪位移天秀逃生 在T1对战DK的比赛中 4分钟堪尼亚从三脚草绕后干客 T1双人组察觉不对劲 赶紧往后退 面对堪尼亚的猪妹 姑妈先向后走位 躲了猪头鸡飞 然后一技能给洛和洛一起位移 之后闪现再躲W鸡飞 就完成了天秀逃生 这波姑妈一技能 实际把控的太完美了 开瑞亚瑞亚完美进场开团 姑妈沙米拉收割残局 在T1对战DK的比赛中 22分钟T1马上第四条龙了 DK众人过来防守 但是T1早就做好打团的准备了 开瑞亚瑞亚瞅准机会 阿善进场控住两人 大夫的闪的是真快 所以DK立马反打 洛的大招控住后排 姑妈一技能向前冲锋 随后被洛魅惑进化瞄解 刷出S立马大招闪现进场 瞬间就把DK下落双人组给秒杀了 与此同时 后排的T1三人也收掉了残血的Kan DK只剩三输三草存活 这波T1下落双人组 打的是真心不错 怎么说 到carry要挤前面 先进卡被闪现反应过来了 你先要处理carry 但是carry这个位置 伤害直接被击杀了 主美先拿到了瑞尔的人头 反手链与班底交闪现 沙米拉转起来了 两个人头被收割 正面的鳄鱼也解决到了武器大师 结束了 结束了 差不多了 T1四大五完美发挥 安娜破板王各种剪魂杀穿DK 在T1对战DK的比赛中 24分钟DK趁着Faker阵亡 果断显得暴战在野区的T1 修美克TP绕后掩位 从后面阴影处杀出 虽说姑妈开了精神 但是精神结束还是被秒 然而安娜也击杀了修美克 并且宙斯奎仓底Q3 抬回两人瑞尔当场倒在原地 捡取瑞尔魂的安娜控制恶鱼 这时戴弗的和堪尼尔去杀宙斯 但是Faker已经TP感到 W踩过去一套技能 配合牛头的击飞 就把戴弗的给秒了 而安娜也收下了后面的恶鱼 剩下一个堪尼尔Q过墙来 还想杀Carrie 但是没能如愿 这波安娜破板王的收割 太关键了 没说法 有到后期 但是这个位置怎么留 因为牛头跟队友分散了 可以留托白玉尔吗 托白玉尔走到脸上了 直接瑞尔进场 托白玉尔开了个秒秒 秒秒结束之后 牛头过来直接解位 但是没有Faker伤害不太够 第一时间打完 Niko倒了 托白王捡起了Niko Faker也TP了 Other斩疯了 再捡一个瑞尔 卡莎这个时候刚刚进场 但Faker也到了 而且托白王还在输出 AP卡莎没有伤害啊 Honor这波杀疯掉了 他把Niko杀了 捡了Niko 打了一个EQR 都回来了 那个AOE直接打炸了 Tidy美如画的视觉盛宴 厄非流斯 营业炸满四人 在老沙河对战DRS的比赛中 四个分钟DRS率先动手 开大树 但是大树又肉又硬 反手一个大招 DRS被捆了一片 Tidy瞅准机会 一个R闪狂风进场Q 就瞬间秒杀了上野 炸弹了双C 后面原神哥 瑞尔进场空了三个人 也没有自家团战 已经爆炸了 这波Tidy的R闪狂风 向前放烟花 真的帅呆了 瑞尔是绕了一个很远的位置进去 大招给找大树 大树这个位置 布隆赶紧开醒自己的防盗门 蓝刀行回燕灵 这个烟花也太爆炸了 这个位置 Tidy交出了自己的蓝刀大招 加上闪现还有狂风 把所有的AOE给打了出来 而贾克斯这个时候已经濒临城下 节目的最后呢 各位看看老爷都懂的 别忘了给Demo点个赞 关个注吧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